民生焦点来关心 行政院主计处公布 三月份消费者物价总整数来到106.33 年增3.27% 创下9年半以来的新高 其中外食费上涨5.26% 更创下了159个月以来的最大涨幅 备受关注的17项重要民生物资和油料费 其实也跟着上涨 以平均每个月消费支出约8万元的家庭来举例 每户家庭的平均支出 会比去年同月份增加2000多元 那外食费支出还有油料费 也都增加超过400元 假日到市场采买 民众各个精打细算 得把价格问个仔细 因为国内物价不断升高 不管是外食 自己买菜回家煮 甚至是机票房租 全都涨涨涨涨不停 根据租技术统计 三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总指数来到106.33 比起去年同月份 涨了3.27% 创下9年半以来的新高 像便当就有涨价的 青菜也有 这些食物上面都有涨价 一家四口 以前出来吃大概1200左右 现在四口来吃 大概1400到1600 什么都涨民众很有感 其中外食费比起去年同月份 上涨5.26% 创下159个月以来 最大涨幅 另外17项重要民生物资 像是面粉 卫生纸等用品 平均年涨3.76% 创下42个月以来新高 油料费也随着国际油价上涨 对平均每个月消费支出 约8万元的家庭来说 在购买相同品质 数量的商品情况下 每户家庭平均支出 会比去年同月份 增加2000多元 外食费支出和油料费 都增加超过400块 这主要是因为油料费 随国际油价增升 预估4月份物价指数 年增率突破3%的机会很高 但涨幅不会明显扩大 足迹处也强调 目前国内物价 跟其他国家比算是稳定 还没出现通膨现象 但物价压力确实有变大 不过现在不止原物料涨价 随着高铁 健保费也陆续宣布调涨 民众恐怕要把荷包看景点 记者学姐许修明台北采访报道 好 好 感谢观看